嗯 超好吃 有的醬油口味 我現在就在賀武公園裡面了 棉花糖然後配這個鬆餅可以沾著吃 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現在在這裡的位置是鳴谷 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 那今天這期影片想要帶大家去看櫻花 沒錯每次看到櫻花就有一種新的一年又要開始的感覺 那其實在鳴谷也有百大名所 就是日本選出非常有名的賞鷹景點 那鳴谷有兩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是其中一個叫做賀武公園 不過可惜的是最近就是櫻花開得早 而且天氣也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有點暈暈的 不過我們今天還是帶大家去吃美食散步 然後去看我們的櫻花算是一個日常的週末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那在我們去賞鷹之前想要來吃點東西 那這家店滿特別的 它是貓的形狀的鯛魚燒 那它的招牌是這個有起司加紅豆餡的 然後也有一般的紅豆還有卡士達醬跟巧克力 評價滿好的就來吃吃看吧 我們點的鯛魚燒就送來了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很特別 它是一個貓的形狀 然後剛剛真的很好笑的是呢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一人吃一個 但是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們又加點其他口味 然後老闆娘就很開心 她就把我們料放很多 所以這個是巧克力口味的 你看從貓的嘴巴裡面 巧克力鮮都爆出來了 它好吃的地方在於說 它跟一般的釣魚燒不太一樣 它就是比較綿密一點 而且重點是它的餡真的非常多 所以大家有機會來的話呢 可以來吃一下這家饅頭的 那我們就開動吧 嗯 櫥果貓 那吃完甜的呢 我們就要來吃我們的午餐啦 平常在我影片呢 都是先吃完 顯得再吃甜的 今天剛好反過來 那我們現在來到 明谷屋市區的鶴武這一站 那這邊其實有個公園 叫做鶴武公園 它算是明谷屋市區 一個非常著名的賞鷹景點 那其實在前年 我有去明谷屋城賞鷹 那邊也非常有名 就想說今年來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附近也蠻熱鬧的 很多餐廳 我挑了一家日式漢堡牌 它的店名非常可愛 它叫做青春廚房 算是蠻有人氣的 所以我想要再小排隊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今天的午餐 耶 終於進來店裡了 然後我今天點的是 就是奶油的醬油口味 非常日式 而且它有這個檸檬片的感覺 可以解油膩 非常清爽的感覺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動吧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然後他們家的漢堡牌 它是用黑毛和牛 然後還有日本的國產豬肉 是做的漢堡牌 所以非常的好吃 吃 吃完我們的漢堡牌 真的非常好吃 我們就來到這附近的 提到的公園 叫做賀武公園 那今天呢 我本來想說應該沒什麼人 因為就下雨嘛 就沒想到還是有辦一些活動 然後就非常多攤販在後面 也蠻熱鬧的 另外一層呢 就可以看到蠻多櫻花 然後現在已經接近蠻開了 那我們就去看一下 簡單的賞音一下吧 我現在就在賀武公園裡面啦 那因為它現在真的要辦活動 就是有非常多攤販 所以我自己覺得人很多啦 我自己是覺得 不太喜歡太擁擠的感覺 但是在噴水池的北側這邊呢 這邊種滿了整片的櫻花樹 而且現在剛好就是滿開 那比較可惜天氣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再自己過來好好的賞音吧 今天天氣真的太不好了 所以我跟我朋友呢 就決定找一家咖啡店進來做做休息 然後他在大區這邊 他就做Towland 然後我覺得他最酷的地方是 他氣氛真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寬敞舒適喔 就跟我一起進去看看吧 哇這家店我真的覺得氣氛滿好的 而且東西感覺滿好吃的 他也有午餐整餐 然後我們現在是下午 所以我們就點了這個 看起來超壯觀的 他就是烤棉花糖 然後配這個鬆餅可以沾著吃 非常特別的主打菜 那我們就來準備我們的下午茶 然後飲料呢 我選的這個是季節限定的水果蘇打 然後他現在剛好是草莓季 所以下面就有很多草莓附盆子啊 都在裡面 那喝完咖啡呢 我們就決定來他這邊對面的大區商店街 那這邊我真的覺得滿方便 就算是下雨天 他上面也都有遮雨棚 所以也不用擔心會淋雨 就跟我一起來逛逛這邊吧 假如你跟我一樣很喜歡咖啡的話呢 千萬不要錯過這家店 因為這家店滿有名 他裡面賣了很多咖啡豆 然後有一些煮咖啡用的道具 這邊除了賣咖啡之外也有賣很多國外進口的餅乾 這個我真的之前去英國玩的時候也滿喜歡的 然後下面有好多種喔 最近實在沒有什麼時間來磨豆子 其實也可以買他們家的綠瓜式咖啡 而且我覺得價位都不會太貴 平均一包大概日幣100多左右而已 100出頭而已我覺得還不錯 那名古屋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土產 它就是小雞蛋糕 它就是在車站有在賣 我之前就是去橫濱玩的時候 有在搭新幹線之前呢 在車站買了一個蛋糕 我覺得它滿可愛滿好吃的啦 它現在就是非常紅 就是有出一些它的周邊 或是點心之類的東西 假如我非常想台灣的味道呢 都會來這邊這家包包廳吃它的肉包跟菜包 它就是所謂的水煎包啦 不過它最近漲價就漲到日幣200有點貴 那吃起來算是比較道地的 它真的是非常多的肉汁 所以我之前滿喜歡的 可是有點油膩啦 但是就是熱量越高越好吃嘛 對不對 真的是非常吃吃喝喝的增肥之旅 就這邊開了一家呢 最近日本很火紅 聽說是來自韓國的 它叫做 Ju Yan Peng 就是10元的麵包 然後是第一次在名古屋開 它中間聽說是夾起司 然後一個賣日幣500塊 明明就是日幣10塊錢的長相 居然賣日幣500塊 我們來拍對吃吃看吧 就要吃點 通常吃吃看 就是餐廳 太陽 接著吃看 出餐廳 超級吃看 我吃吃看 我吃吃看 謝謝 啟啦 耶 我們就買到了這個十月麵包 然後我們就 它好像不能選口味吧 別家店的話就是會有什麼巧克力啊 摩擦 但現在就是剛開幕 所以只有起司口味的 來吃吃看 今天真的吃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就跟日本朋友就是一人一半 我們來吃吃看 我覺得最有趣應該是他的賣點 就是長相是月幣十元吧 來吃吃看囉 好吃耶這個 蠻推薦的 雖然是聽說是發想於韓國的點心啦 但是我覺得要是有來日本的話 可以吃吃看 蠻好吃的 這段影片忘了開麥克風 就容許小弟用配音的吧 我自己逛街逛累了 都會來這個私密景點稍坐休息 應該也不算是景點啦 這裡是大需商店街旁邊的一個小公園 它叫做里門前公園 這裡有很特別的富士山溜滑梯喔 各位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富士山溜滑梯 這個溜滑梯真的還蠻有名的喔 我曾經看它就是上了日本電視節目蠻多次的 因為就是這種形狀的溜滑梯就是不常見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小朋友玩的話我覺得有一點危險啦 所以要是你有帶小朋友來吃溜滑梯 記得要注意一下安全 我們現在要來吃晚餐啦 真的是我今天非常不順利 其實我們找了很多想要吃的店 要嘛就是在排隊 不然就是沒有位置 甚至有些店是倒閉都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來吃這一家 我覺得應該蠻多觀眾都知道 因為最近好像台灣有分店 它就是焼肉like 燒肉like 我是第一次來吃 這從來沒吃過 這家店是在福建這個地方 而且它的評價蠻好的 居然有四顆星 而且有五六百多人品喔 那是一個評價的燒肉定食 我們就我的人生初體驗 我們就進去吃吃看吧 我跟我朋友呢 我們都是第一次來吃這個焼肉like 那我們剛剛就是平凡點完餐 然後他這邊寫點完餐 你就可以先準備呢 就是把這個烤盤點好火 那點火方式很特別喔 剛剛這邊就是AB兩個按鈕 就同時按下去火就會點燃 然後這邊就可以調火的大小 然後接下來就是等你的餐點做好 就會叫這個號碼再過去拿就可以囉 期待期待評價燒肉 這邊這家店呢它就是有很多種sauce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呢 就是寧古屋的福建店呢 它就是有味噌的 就是有味噌的 非常特別耶 我們來沾沾看感覺對燒肉也是很對味喔 真的覺得這家店非常優秀耶 就除了它的肉蠻好吃的之外呢 我覺得價格也蠻合理的 像我們這樣吃下來一個人 大概比到Ruby2000塊 而且非常的飽足 那假如是在午餐時段來的話呢 它的白飯是可以自由續的 那最棒的是呢 我覺得它就是吃起來 不會讓你覺得無煙臟氣的感覺 因為它的硬體設備也蠻好的 就是它有自動可以把那個煙啊 那個火都直接熄掉 就不會整間店都非常的 讓你感到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這是一家我會再來的店耶 因為我是沒有去過台灣的店 也沒有去過日本其他分店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家福建店 我還蠻喜歡的 所以大家有來日本的話呢 我覺得真的可以來吃一下這邊的燒肉 我覺得CP值真的蠻高的 退退退 哇各位剛剛的焼肉like真的是很好吃 我們吃了大概快要兩個小時吧 而且我覺得整個吃起來就是CP值還蠻高的 那我們想說吃燒肉有點太罪惡感 所以我們就散步又來到這裡 也就是中部電力未來塔 這邊算是一個蠻經典的地標啦 想說今天影片呢就要在這邊做個結尾 那比較可惜的是因為今天天氣真的不太好 所以真的蠻難拍攝一些很漂亮的景色 但是呢也拍到一些就是在下雨天才看得到的風景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假如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留言告訴我你的感想 也記得訂閱頻道跟follow我的IG 在那邊會有我在日本的生活紀錄 還有旅遊的點點滴滴喔 那我是Nik 我們下集影片見啦 掰掰 我是Nik cC -